据台湾媒体报道 小S在最新一档综艺节目中 谈及自己的好朋友时 讲到范伟奇则开始与他清算恩怨旧账 有一件事做得让他到现在想起来都会生气 他在节目中透露 范伟奇每次都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他最好的朋友 但当年飞飞翔翔出生之后 小S兴奋的要当小朋友的干妈 结果却遭到范伟奇扑冷水 称干妈是别人 这让小S很受打击 在好友蔡康永面前直接吐槽说道 真是让很多网友看后都笑出声 不过这么好的朋友 范伟奇应该不会在意小S的玩笑吧 咪咕娱乐整理报道